优质的listing打造的前提 就是刚才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所讲的那么多东西里面的 就是说几乎涉及到每一个方面 涉及到关键词 涉及到图片 涉及到这个产品质量 涉及到这个 你这个买家的买家的使用 因为什么呢 你只有把这个一系列的过程 从源头到使用 从源头到销售再到使用 你都非常熟悉了 然后你才能够打造出来 这个买家真正感兴趣的一个listing 然后呢 咱就说如何达到一个listing 就是从它的标题五点图片视频价格和A加 然后咱一个个说一下 好 咱就直接开始 非常直接的 这个就是我当时上的一个产品 啊 这是我当时上的一个产品 我们当时上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呢 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主图 啊 对 就是我卖三十个发圈啊 用这个三十个发圈呢 拼了一个visco这样一个图标 啊 visco一个图标 呃 这个在平台上肯定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买家他买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看到了youtube视频上啊 其他学生分享的这种网红发圈 所以说这个网红这个词 呃 那visco和这个search 他的个流量是非常大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才我给大家说的那个关键词 那个 大家看见了没 也就是说 这个网红发圈这个关键词 实际上 搜索结果非常少 因为啥 因为 大家对这个词的使用不多 但是他流量还行 就是 真正用这用这个词 再放在标题里面的不是特别多 因为啥 因为可能很多人 他如果他只是在平台上去销售产品 而不去关注这个买家使用的话 他基本上来说 很很难能够发现这个词 实际上我这个品呢 就是因为这个词啊 把它给卖起来的 好 咱再 然后咱再继续说这个 这个啊 因为这个词呢 我就选了这个组图 啊 就选了这样一个组图 因为这个词呢 我就选 我就制作了这样一个标题 啊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标题 啊 当然这个也是我的 都是一都是一种尝试啊 原来我就是我们去 上传其他产品的时候 标题做得非常长 但是 我就用这种美国的这种搜索的习惯 然后把这个标题做得非常短 做得非常短 当然这个五点这一块 我是比较强调一下 它和别人产品的一个差距的 啊 就是因为这一张主图和别人不太一样 甚至这个标题 我就非常写的非常详细 一个品牌 加啊 啊 就是30 pieces 然后Visco 就是一个材质嘛 就是天鹅绒 发圈 for girls 完了啊 就这么多 30一大包 非常直接 非常明了 啊 它的目的就是让你成为 就是一个网红的这样一个一个产品 啊 这个这个主图就是设计的 就是说也是想了很多次啊 最后设计成这样一个主图 点击率吧 非常高啊 点击率是非常高的 啊 好 呃 这就是我想给大家说的 就是说 前期的所有的准备 都是为了一个产品 当然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是卖的是 现在卖的是 9.99美金 大家知道我刚开始是卖的多少吗 啊 我刚开始卖的是 13.99美金 啊 我最早的时候上传想卖15.99美金 当然被我的一个业务员给拦下了 嗯 他说哎呀 实在是太高了 别人四五十个 才卖9.99美金了 你现在你30个就都卖15美金 可能不可能啊 啊 他感觉不太现实 最后我就妥协了一下啊 就是 呃 妥协了一下 就它做成 啊 13.99美金 啊 在销售这个产品 啊 说实话 刚开始做的时候 基本上 啊 头一个星期吧 基本上平均一天都是一天 一单两单 一天一单两单 这样的这样个节奏 在销售 啊 非常非常非常直接 非常明显 当然我的利润肯定是非常高的 呃 销售了多长时间了 就两周的时间 大家知道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啊 就是因为我也打广告嘛 就是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我我我发现我们的同行 啊 他们在涨价 就是说有的是9.99美金的 可能就涨到11.99美金 12.99美金 有的也涨到了13.99美金 那就是说 这就很有意思 就是这一张主图 然后 一个主图 一个售价 然后把他们整体都把他们价格给提高了 啊 大家都在提提价啊 都在提价 当然也不一定非的是因为这个主图 可能是那个时候流量确实在上涨 当然我上去的时候一个新品没有什么review 然后我就直接是13.99美金 啊 所以说 呃 我感觉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带动作用吧 啊 就就是这样 然后就一直销售了一个月 啊 销售了一个月 啊 我想给大家说一个问题 就是那么这个品啊 啊 实际上我只我我只是做了就是一个做广告啊 打了一个广告 那么这个广告到底是怎么怎么打的啊 我会在下面去给大家说 好 这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产品的一个基础准备啊 基础准备 现在已经呃 呃因为这样一个因为我看因为因为去看这样一个这样一个YouTube这个视频呢 然后我们在公司里面又开发出来两款新的产品 因为我就发现当他们这些网红啊就是学生他们在做这个YouTube视频分享的时候也他们就呃比较 比较喜欢一种产品叫做贝壳项链 啊 贝壳项链 就这个贝壳项链呢 都是和这个啊 还有这个卡通贴纸 也就是说这三类产品吧 啊 当然还有还有很多啊 就是说一个是贝壳项链 一个是啊 一个是这个发圈 还有这个卡通贴纸贴纸 什么是卡通贴纸呢 啊以后下面我会有有这个图片 这这种产品 就是说会让啊都是大家都是做网红他所必备的一类产品 然后我们就同同时都上了这些产品 尤其是贝壳项链我们又上了这个产品就发现 啊立马就立马就立马就出单 啊立马就出单 呃实际上我想通过这件事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你在亚马逊选完品以后 你再去做销售的时候 你真正的了了解过你的买家是如何使用的吗 啊这个是我给大家今天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希望我们的销售人员啊 好好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图片视频和微加当然那个视频当时没有做啊 因为我那个店铺还 呃我我上传的这个店铺还不是品牌店铺啊 当然我公司有其他品牌店铺 但那个店铺还不是品牌店铺 啊包括这个价格我我我想你想就是要想卖出来和别人与众不同的东西先从主途开始 当然因为我采购的成本也高 所以说成本也高我肯定要还要还要还要让他转化还要有利润 也许很多人就说你先赔钱你只要质量好不用担心但是如果有一种方法能把你操作成既不赔钱而且还有转化的我感觉何乐而不为呢 对不对啊 啊 产品的营销实际实际上他非常简单 啊 啊就是在你这个亚马逊后台啊做一下这种这个促销板块啊我们一般就是做一下新品的折扣 当时啊我记得应该是15.99美金然后打了个折嘛打了个优惠券啊也是能够增加他转化的 第二个就是社交媒体促销代码就是通过老客户营销的方式做社交分享我感觉只要是做过这种亚马逊的应该都知道我说的这个啊 因为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是我上的一个新品所以说也没有什么老客户 当然我就让我们的要员呢就在他这个社交媒体上去找一些他们的这个啊相相关产品的这些Facebook群 在群里面的吗然后我就把这个社交媒体的代码这个链接放进去发给他们 然后没事就发一点然后也会带一部分流量 啊 还有就是购买折扣 当然那时候呃店铺这个我没有做但是现在我们产品也会都会在做就是老带新 就是说你找一个你店铺里面销量非常好的流量非常好的产品 然后做一下这种关联啊做一下购买折扣然后会用老品带新品 能够把新品的流量啊 新品的流量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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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能能把新品给带来转化 实际上讲到讲到这里实际上这个部分我会把它给弱化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需要我们去实际操作的啊我我比较注注重的是就是讲一下这个产品的选品和类似的优化 然后再说一下推广啊实际上 推广这一块我主要是做两部分一个是站内和站外 啊站外主要是分享这个产品的图片那么站内这个啊 我也不会说把这个广告 一个一个给大家都讲一下非常讲到非常详细的什么自动广告怎么开手动广告怎么开啊 我这个是非常 简单 简单粗暴的用什么因为 我已经知道这个产品的关键词都是什么了 也已经了解了买家都会搜索什么关键词来找到这个产品 所以说 我就直接啊一步到位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非常 直接明了啊 当然这个因为这个是一定是看着这是2019年12月份 呃结的啊 刚开始结的时候 实际上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在12月份结的这个广告的时候他也一定是 这个a cost还是比较低的啊 a cost比较低的啊 花费啊和和这个带来的转化还整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理想的 啊当时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看一下这个时间啊 当时等于说呢怎么说呢 啊 只做了 啊只做了一个关键词 就是这个 wisco search 网红发圈 啊只做这个网红发圈 然后呢 就直接打的关键词 当然当那时候是竞价多少给忘了啊 因为现在没有流量了 所以说 就又增加了一个词吗 已经没有流量现在流量 对当然对对对我这个频来说已经非常少了 啊我我肯定还要等明年啊 今年8月份然后再来一次吗 啊 所以说这是一种这是这是一种流量的这种产品 如何去做这种流量的产品 啊广告非常直接啊 你也不用哭脑啊 因为我的目的很很简单 我就是做这个wisco search 就是这个网红发圈 所以我就直接打了这个网红发圈 啊 直接打了这个网红发圈 卡了吗 啊应该啊 应该没卡吧 好 啊这是我跟他压缩的这个 这个屏的这个这个这个推广这一块 实际上啊 今天讲了讲了这这这这些东西呢 啊主要的还是啊主要的还是围绕 这一个 啊主要的还是围绕啊刚才这个listing的一个打造 和这个和这个这个产品的一个选品啊 选品的几个思路啊几个准备 嗯实际上这个怎么说呢 我感觉不管是你卖什么产品 即使你这个行业或者这个类目你非常熟悉 但是呢 你还要去还要还要还要去好好去做一下选品前的准备 应该现在怎么说呢 我要求我们的业务人员一般来说选一个产品最少的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吧 啊一个星期为什么因为他要做很多很多的 这个搜索和总结 你准备的越充分 你对这个产品越有信心 然后呢你能你在做推广的时候 你你才敢去放手的去做 你比方说 我原来选一个产品 也是卖的有一个产品卖的9.99美金 因为我 前期的准备非常充分 呃但是呢 广告一天花15美金 有的时候一天只转化一单 哎呀我们的业务员受不了了 为什么受不了呢 他说 花15美金 只转化一单 肯定赔钱吗 但因为他客单价本身就非常低 所以说 这时候因为因为你这个产品已经经过刚才我说的 前期所有的分析准备你都已经做好了 对这个品类 非常有信心 这时候你如果说你没有信心的话 你也会说 哎呀 确实是赔钱 那这个是不是不好弄啊 要不就别推了 然后你就可能就会丧失了这个新品的一个推爆的一个 一个一个过程 所以说嘛 就是说你光包 包括我们刚才这个产品也是一样的 你刚开始的时候确确实实有点难受 也是一天花15美金 但是成交了两单三单 感觉好像 投入产出不成比例 但是他会随着时间 慢慢慢慢慢慢 五六单七八单 十单左右 这时候我要感觉 这个好像正常了 因为什么你有信心去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 前期准备很充分 准备的很充分 好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就说的这样一个问题 关于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里面有几个 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产品的 就是说 要想把它给打爆 有几个关键的一个点 第一个就是用关键词做选品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选完品以后 你感觉这个类目确实竞争不是很大 但是呢 你如何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差异化呢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东西 如果说你选完品以后 感觉这个类目能做 但是你上传的产品和别人的没有什么差别 那我只想告诉你 那我只想告诉你 只有拼价格 那就只有拼价格 没办法 因为啥 因为 你没有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别 就像刚才我给大家看的 60包和70包的都是卖6点多美金 拼价格拼打爆方式 但是你现在需要拼价格 没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差别 没什么差别